这边会不会疼 完全拔变形的 你以前指甲是不是很大 你这次去了他还是让你拔 我这次去他都说你要不想 你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来拔 你去找一个诊所 他给你使用的时候 他来医院的话没有办法 对 你这刚炸有几天呢 刚疼有几天 都是浓 嗯 炸的就是这个位置 嗯 你在这一点点之下炸的 嗯 因为我之前是想把它剪 把它剪出来 自己没法剪自己不要剪它 不用害怕 哦 这不会就是 玩出去 正常都不会 你这没那么严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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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修多一点就流血了 但是它就是 它就是 你去踩了几次 就是它比这个厉害多了 就是流很多脑 你看出血 哎 甲钩烟再严重 都不用拔指甲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 干什么用 你就找找专业的修一修 然后消消炎它就好了 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 有这种东西 然后就去医院 嗯 舒服多哈 对 这边也有一块 你这个 真是拔的 就是形状变形的厉害 你这 对 就是每拔一次 就会变少一点 然后那个就是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对 它每次拔的 那个展坡是不平等 它展坡也太多 是 是 你要是女孩还好一点 嗯 那女孩抓个媒甲给它盖上去挖呢 哈哈哈 我觉得 有这个 太胖了 也有个媒甲 就上这个 跟甲鞋有关系 嗯 你看这边 哇 哇 这就ok了 你看 舒服多哈 嗯 这都可以大概一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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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